開始 大家好 歡迎收看一群最悍 我是斯威 那今天我們要來介紹水煙 水煙的話 那我們從底部開始介紹 底部這個就是用玻璃製的 它是說我們放一些水 也可以放酒 或放一些果子類 那它這裡面放水的用途就是 它上面在燒的時候 下面可以邊過濾 過濾完我們抽出來的煙 會比較乾淨一點 那上面這邊 這個呢 這就是我們抽水煙的 我們抽水煙的煙嘴 煙管 那我們通常都會附一個塑膠的煙嘴 這樣比較衛生 好 那往上看 這邊呢就是我們 蟹牙孔 那蟹牙孔的用途就是因為有時候 產生太多煙的話 那我們可以透過吹這個蟹牙孔 排掉引起這樣抽起來會更舒服 好 那其他洞的話 我們這邊 其他孔的話 我們這邊也可以接其他的 其他的煙管 這樣抽的話也可以更多的洗孔使用 嗯 那我們往上看 這邊就是它的盤子 它盤子可以專門接一些 可能燒過的一些煙灰 燒過一些碳灰 碳粉之類的 但它比較不會 它比較不會飛下去之類的 好 那這個 那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 放煙草的 我們放煙膏的一個容器 它是耐熱細 耐熱細膠 防焰細膠都可以 就把它插在這邊 這個呢就是我們 放碳的容器 那要小心的是它放碳之後會非常 非常燙 然後小心不要摸到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 防風乾 它可以讓一些 碳粉比較 飛出來 它也可以讓裡面的碳比較 耐熱 好 最後是整個 水煙斧的介紹 謝謝